大家好,说起盆栽蟹爪兰很多家庭中都拥有 而且它开着的花怼也是比较的鲜艳的 品种也是比较的繁多的 接下来主要讲的就是蟹爪兰在养护的过程中冒出花苞了 然后它就干枯掉落 其实这种现象引起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第一点就是光照不足 特别是进入冬天一定要给它补足光照 不然的话它缺乏了光照 它也是会融进引起一个花苞掉落的 另外第二点就是浇水过多 一旦浇水过多它也是容易出现一个掉花苞的现象 甚至干枯 另外就是施肥 施肥,施浓肥也是会引起一个容易掉花苞 就是干枯掉落的现象 所以施肥一定要掌控好 不要吸浓肥 一定要吸一些比较温柔的肥料给它使用 是比较合适的 比如说在进入冬天给它补肥 最好是补有脂肥为好 因为有脂肥里面所含的营养元素是比较多的 有脂质成分是比较的多的 比如说像这种微生物有脂肥 就是家庭通用的一种肥料 它可以用在其他的一些观花植物 或者是那些观叶植物上一起使用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一种通用型的花肥 而且对土壤不会造成一个板结的现象的肥力充足 不烧根不伤苗 咱们就是按照一个月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好的让它生长了 花苞花朵就继续的慢慢的打开开放了 可以给它用两到三勺是可以的 就是沿着花盘边缘给它均匀的撒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朋友们如果家里的蟹爪栏一旦出现花苞干枯掉落的话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在冬天养护蟹爪栏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好 我刚才所说的那几点就可以了 好 下期再见